相比其他臭名昭著的联魂杀手 艾德盖恩一生只干了三起谋杀 却震惊了全世界 成为全球最恐怖的杀手之一 他犯有谋杀 毁尸 盗墓 识人和练尸癖等多项重罪 他是《惊魂记》 《沉默的羔羊》 《德州电剧杀人狂》等电影的真人远行 1906年的8月27日 艾德盖恩出生在威斯康辛州的拉克罗斯郡 他的父亲是个酒鬼农夫 母亲是个极其严苛的天主教徒 他还有个哥哥 后来一家搬到了偏僻的普莱恩菲尔德 他们家有一座小农场 位于很偏远的乡间 隐蔽性非常高 平常不会有陌生人去拜访 艾德一家可以说是在贫穷中挣扎的社会边缘人 母亲对艾德的影响是最大的 他是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 他恐吓儿子们女人是危险的 沉浸女色是不道德的 他用各种方法阻合儿子们对异性的兴趣 艾德只被允许上学 而不被允许交任何朋友 在艾德的心中母亲占有着崇高的地位 他和母亲一样认为除了母亲之外 所有的女人都是妓女 艾德受到母亲的影响从未约会过 而且一直是处男之身 他在生命中的前半段都非常循规道具 除了在自家的农场工作外 偶尔会到镇上打打零工赚点零花钱 在村民们的眼中 他是个很安静 有点古怪 害羞善良的男人 但是平静的生活出现了变数 先是在他年近三十岁的时候 父亲过世了 没过多久 他的哥哥死于一场仓库火灾 最后 他最爱的母亲 在一九四五年死于中风 就这样 四十多岁的艾德 忽然发现自己截然一身 他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亲人 没有同伴 更没有妻子和儿女 他唯一拥有的是一座贫瘠的农场 和空虚的人生 他和世界的疏离感越来越强 艾德将母亲带给他的乖虐性格 转化成对尸体的变态行为 他先是把母亲的尸体保留在家中 就像他从未死去 到后来 为了满足他对女性的欲望 而去盗墓 把尸体剥皮并缝制成人偶 在警方后来的搜查中 他屋内所有的房间都脏乱不堪 除了他母亲的卧室以外 这也显示了 他的母亲在艾德心中崇高的形象 他第一次亲手把活人杀死 是一九五四年的十二月八日 那时候他四十八岁 他把父亲酒吧的职员 玛丽霍根杀死并剥皮 原因是他长得很像自己的母亲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警方在调查杂货店主 沃登失踪一案时 他们发现 艾德嫌疑非常大 于是警方对艾德的房子进行了搜查 他们在厨房里发现了店主的尸体 另外他们在卧室里还发现一颗人头 还有各种人皮座的灯罩和椅子 头骨做成的汤碗和当作面包来烤的人心 嘴唇做成的项链 脸皮和乳房做成的背心 乳头做成的皮带 以及著名的木乃伊人皮面具 警方在他的家中搜出了约十五具 已经被肢解而不能确认身份的女性尸体 但艾德只承认从坟墓中挖出八具尸体 他说自己曾多次掘墓 并将刚葬下不久的中年女性尸体带回家 砍掉脑袋 挖空内脏 倒掉在架子上 并且用他的皮来做手工艺品 艾德也承认了1954年失踪的酒店职员 玛丽霍根正是自己所杀 他会穿上这些人的皮服 假装自己就是自己的母亲 由于他患有慢性的精神障碍症 因此背叛无罪 他先被送到了中央国家犯罪精神病院 然后被转送至门多塔精神卫生研究院 度过了他的余生 在患癌多年后 于1984年7月26日 78岁的时候不治去世 葬于他的母亲墓边 那丝城和栋梁 mines 请不吝点赞您按照